美国与印度24号签署能源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合作开发风力 太阳能发电 以及低碳火力发电技术 主要目的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对抗全球暖化 这一切是一切最重要的奖励 我们在今天开始了 是一切的决定 是一切的决定 在印度的发展 我们很快要成为这一切的组织 我希望这会为两国的利益 印度总理曼莫和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美英两国正式签署能源备忘录 结为绿色伙伴 美国期望能获得印度的合作 在12月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上 和各国共同达成协议 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量管制争议 中央社记者胡立宗美国华盛顿采访报道